大家好,我是曼曼老师 这节课我们要学习八段井的第八个动作 在学习动作前,我们先做一个热身 大家跟着我一起,我们热身动作叫天鹅步 大家踮起脚尖,脚跟离地 在家里面的时候,可以绕着家里面行走 一分钟,踮着脚进行行 上身自然放松 这样子行走 好,行走一分钟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热身动作 接下来就给我给大家做一个示范 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最后一个八段井的动作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最后一个动作 那么,大家在踮足的时候要注意上肢动作 一个就是踮起脚跟的时候 不要端肩,肩膀不要耸 然后,摆跪穴往上顶 眼睛可以目视前下方形成一个三角的支点 这样子容易保持重心 因为踮起脚跟的时候容易重心不稳 所以大家可以在地面找一个支撑点 然后,下肢的动作要注意什么呢 踮起脚跟的时候,先落一半 往下踮力 踮的时候注意不要太过用力 一定是要适量的用力 上身保持一个自然放松的状态 不要太过紧张 不要这样子太抵直 一定要自然的放松 好,接下来我们来一次 从侧面看 上身自然放松 踮起脚跟 落一半 再加力 这个时候可以从脚跟 到头顶 对身体进行一个按摩 好,那么这个动作 大家在练习的时候要注意 不要过于用力 特别是年长的 或者容易头晕的 如果太过用力的话 可能会造成一个眩晕的感觉 所以要适量的用力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动作 接下去请大家 跟我进行完整的练习 背后7DM摆并消 本式动作通过拉伸脊柱 回落震动 可以挤压震动内脏器官 促使内脏 关节腹位 以及解除全身关节和肌肉紧张 脚趾抓地和体肿 能刺激足底经络 发展小腿力量 提升人体平衡能力 体肿 颠足 收拾 本式动作引气归圆 可以巩固练习效果 并逐步恢复到练功前的状态 好 到这里 我们八半截的全套动作 传入食物栏 接下来我们进行一个 后半套的完整练习 摇头摆尾去心火 上托 下按 右倾 左旋 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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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尾 右倾 左旋 摇头 摇头 摇尾 左轻,右旋,摇头,摆尾,右轻,左旋,摇头,摆尾, 左轻,右旋,摇头,摆尾,上举, 两手攀足,顾顺腰,上举,下岸,反川,摩韵,攀足, 上举,下岸,反川,摩韵,攀足,上举, 上举,下岸,反川,摩韵,攀足,上举,下岸,反川,摩韵,攀足,上举, 下岸,下岸,反川,摩韵,攀足,上举,下岸,反川,摩韵,攀足,上举,下岸,反川,摩韵,攀足, 上举 下岸 反川 摩韵 攀足 上举 下岸 下岸 反川 摩韵 攀足 上举 全全怒目增气力 抱拳 全全怒目 抓握 回收 全全怒目 抓握 回收 全全怒目 抓握 抓握 背后七颠 摆并消 抓 体肿 颠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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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簡 提肿 呼声放松 呼吸均匀 气沉丹田 到此为止八段井的课程已全部结束 现在为大家制定一个练习计划 建议大家每周练习三天 每天练两次 每次15分钟 希望大家通过八段井的练习 可以有一个强健的体魄 和更好的自己 我是Mama老师 再见